这可能是塔图姆生涯最尴尬的一张照片 因为当怀特都在和大家一起庆祝的时候 只有塔图姆毅然在旁边站如篓篓 在被两场DMP后 塔图姆的母亲在社媒抱怨了科尔的用人安排 可能是为了照顾塔图姆和他母亲的面子 在奥运决赛 塔图姆才象征性的大了十分钟 整个奥运会 塔图姆总共就打了四场比赛 场均5.3分 投篮命中率38.1% 三分命中率0% 要说塔图姆的定位确实是非常尴尬 作为三四号位摇摆人 塔图姆一没有詹姆斯的控场能力 二没有杜兰特的终结能力 就连防守都比不了怀特 当球密质疑塔图姆为什么不能顶替布克的时候 你又会发现 布克是这支梦之队最强的3D球员 他不仅不知球权 他还有场均56.5%的三分命中率 所以在同时拥有战斗库的情况下 美国南兰最不需要的 就是拥有持球型万金油封线 相反美国南兰最需要的 就是布克·霍勒迪·戴维斯这样 不消耗球权的顶级篮里 不过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美国南兰已经不具备 五上五下并且轻松统治比赛的能力 他们更无法和孟一和孟八一样 动辄大胜对手几十分 因为科尔为了赢球 已经持续使用战斗库 他更是无法顾及任何一位球星的面子 或许在下届奥运会 美国南兰不可战胜的人化 就将再次被打破